这个上面 所有的点到这里的距离 我们都可以马马虎虎看成这个 因此就跟我们定义里面的弧度角 计算弧度角的公式吻合 于是我们就可以写成 DA DA perm 这是DA 本来是 DA perm of r 平方 而DA perm是等于这个 因此我们就得到一个这样的式子 任意角 任意一点 对这个 面积激素张开的立体角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求任意的一个曲面 对某一点所张开的立体角 那现在我们就来讲高师定律 高师定律 我们假定 有一个点电荷Q 它在空间的某一个位置 固定在这里 那我们就知道有电荷就会产生电场 在它的周围就一定会有电场 那么我们就在它的周围呢 做一个封闭的曲面 做一个closed surface 我画的时候 我画的时候 这好像是个平面 但是我们有肢体语言可以表达说 这个是封闭面 封闭面 那我这里有Q 它会在空间任何一点产生电场 那它也会在这个面上的任何一点产生电场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随便找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相对于Q 它的位置向量是R 那这一点呢 Q 由Q产生的电场 它是这个方向 这是1 电场 Q产生的 好 那现在我在这个面上面 这个面上面 取一个面积的基数 叫做DA 我取到这里 这个面积基数 它的方向 是这个 DA OK DA 好 那么这个面 有电场 有面积基数 我们就可以算出 从这个面积里面 钻出来的总电通量是多少 那这个 这个电通量 因为它是面积 面积基数了 所以它的电通量呢 也是一个很小的数 DE5 DE5E 这个E有时候我们可以不要写 你就看它后面的积分 是电场呢 还是磁场 如果是电场 那么就是 电通量 如果是磁场 就是磁通量 好 这个flux 它就根据定义呢 我们讲电通量的定义 就等于这个 DA 那E是什么 E就是这个点电荷 在R这个地方产生的电场 点电荷的电场 假如这个是R univector 那于是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4π Y0 分至1 Q R square R univector DotDA 这个是电场 DA在这里 OK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重写一下 写成这个形态 你看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子 4π Y0 分至Q 后面这个是 R univector D A Over R Square 我特别把它括弧起来 强调一下 这个是什么量 是不是这个量 是不是这个量 就是这个量 对不对 这两个位置颠倒没有关系 所以 那个就表示什么 是表示 我从这一点到这个面的边缘 所连成的线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锥形的角 这个角 就是D omega 就是这一点 对这个小面积基数 所张开的立体角 那么这个面积基数多得很 这个面上通通 我们把它分开成许多的小面积基数 那每一个小面积基数 都会对Q点 对这个点电荷的这个位置 张开一个立体角 那么总立体角是什么呢 总立体角就 我们说这个是 先看好了 这个是 我们先写立体角 这个就是 Q4 π ε0 D omega 好 我们先看这个 D phi D phi1 D phi1就是 从这个面里头 钻出来的电通量 那每一个面积基数 位置上都有电场 所以它都有 Flux 所以总通量 总电通量 Fhi1 它是等于 这个积分 每一个小的面积基数的 电通量的积分 那就是最后那一项的积分 那最后这一项呢 负Pi Epsilon 分之Q 是常数 所以你就积分 这样就好了 我们打一个这个符号 就代表它是 封闭面 它这个面 是一个封闭面的 积分 封闭面的积分 我们把这个写出来 这个等于什么 Q OVER 4 Pi Epsilon Zero 我们上次讲过 封闭面 整个封闭面 对当中一点张开的立体角 是多少 4Pi 立体 弧度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乘一个4Pi 那于是呢 就变成Q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是Flux 有那个积分 但Flux呢 它又等于这个 所以Flux它又等于 我们用封闭 因为这个是面 所以它是一个封闭面 那我们的积分 那我们的积分就是一个封闭面的积分 那就是等于 E DOT DA Fi又等于那个 Fi又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就得了一个 鼎鼎大名的 一个定律 叫做高斯定律 我重写一遍 高斯定律 我们就写这样子 从积分开始写 E DOT DA 等于 YZero分之一 这个Q是什么Q啊 是包在 这个封闭面里面的电荷 在外面的不算 我们只是对里头的来来算 因为你你这个 上面电荷都是对这个嘛 对这个算嘛 假如这里有电荷 我们我们没有算它嘛 好 假如这个里头不止一个电荷怎么办 每一个电荷 都 比如说 这里有Q1 Q2 Q3 Q4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电荷呢 就是这些点电荷产生的总电荷 总电荷 那么因此啊 我们那个flux啊 这个Q啊 这个Q啊 有点电荷产生的Q 这个时候是一群点电荷 那么就是这里头的电荷 全部加起来 正加可以正正复复都加起来 那么当然正正复复可以消掉 消掉最后 它不是正电荷 就是复电荷 要不然就是零 对不对 它可以加加减减 因此啊 我们就把这个Q呢 写成Q nclose nclose 就是说 含 包含在 这个 包含在这个 封闭面里头的 包含在封闭面里头的 总 电量 也叫做静电荷 net current OK 包含在 这个 封闭面里头的net current net charge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高斯洛 高斯洛 鼎鼎大名的高斯洛 那现在这个高斯洛 我们一定要了解 它的物理意义 你才记得住 要不然你这个符号 你光这个 记这个符号 没有用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它 这个 诗子 说明一些什么 它是说 如果我们会有一个 封闭面 这个就是代表 有一个 一个closed surface 任意的一个封闭面 不一定要是球面 不对称都可以 任意的一个封闭面 好 那么 这个电厂是什么电厂 电厂 不是这里的 也不是这里的 不是面里头 也不是面外头 是面上面 任意一点的电厂 记得 这个电厂是这个 几分号 这个封闭面 上面 任意一点的电厂 是面上面的电厂 我们说 这个电厂 假定是朝这个方向 这是总电厂 好 那么 这个DA是什么呢 DA就是 你在这个位置 做一个面积基数 这个面 这个做一个面积基数 这个面积基数的向量 面积基数的面积向量 好 那么 E.DA就是 这个面 对当中 任意一点 所张开的立体角 张开的立体角 好 那么 做一个积分呢 就是对任意一点 你原来 你指哪一点 就哪一点 你起初可以随便 我说取这一点 那以后大家都对这一点来取 那就是对那一点 来说 他的一个 就是 就是 等于我们说 他的立体角 立体 弧度角 就是对任意一点张开的 但是这个地方是说 这个有个电通量了 这个电厂也有个电通量了 这里的电厂也有电通量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全部的面上面的电通量 是多少 总电通量 就是说 我们随便找一个封闭面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 总电通量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这个很简单的 叫enclosed 这个还是写n enclosed enclosed q 就是这个里头 所含有的q 比如说有的是 positive q1 negative q2 positive q3 等等 有q1 q2 q3 真正复复 就是把这些全部加起来 它的net charge 它的进电荷 q and close 是代表 进电荷 就是正负可以加加减减 抵消 这就是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你要了解它的物理 这边是讲总电通量 这边是 Y0做分母 这个常数 分子就是这个高斯面 这个面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叫做高斯面 那么里头所含有的 电荷的净值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可能会有几种状况呢 我们刚刚说 你这个电荷加加减减呢 最后不是正的 就是负的 要不然就是零 对不对 就这几种 好 那么我们现在分开来看 我们一个一个看 如果net charge 是positive value 是正值的话 如果 q and close 为正值 这 总电通量 也是正的 我就用这个符号 也是positive positive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 你这个 e.da 要等于正的 e.da当中有一个 e的大小乘da乘cosinθ 就表示这个角度 是小于90度的角 小于90度 如果你da是这个方向的话呢 那这个e呢 一定是 它不会 e不可能朝这个方向 不可能 这样的话就是 就是 顿角了 对不对 它一定是 在这个方向 或者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 电场就有 从面里头 钻出来的趋势 那于是我们说 这个电通量是正的 那就表示 这个封闭面 它的 电场 都是 这样的方向 钻出来的 它的电通量 是钻出来的 电通量是 它的total Electric flux 是从表面里头 钻出来的 如果 如果这个面 如果Q是负值的话 为负值 高斯定律的 e.da total flux 就是负的 负的话就表示 电场跟da的方向呢 是成 成这个 钻角 那因此 负的话 它就是 它的电场 是钻进去的 是钻进去的 OK 它的flux 是往里头钻的 flux 是往里头钻的 也许有的地方 钻出来 有的地方 钻进去 但是最后 加加减减 最后还是钻进去 因为它有 正电荷 有负电荷 正电荷 电厂往外 负电荷 电厂往内 那么钻出来的 跟钻进去的 可以加加减减 最后 这种情形 就是钻进去的 那么 假如是零的话呢 qn close 就是零 这个要特别的 特别的去注意它 这个要特别用心去注意一下 如果 零 则电通量等于零 要注意哦 电通量等于零 电厂不一定是零 这个电厂不一定是零哦 它到的这个事 全部加起来是零哦 那好像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看几种状况 假如你这个封闭面 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 里头有正电荷 有负电荷 比如说我有正电荷 有负电荷 好 那么 这个时候 它的电力线 电力线 我们说过 电力线是一种 从正电荷发出来 而止于负电荷的 你看这些都不从表面穿过 也不穿出去 也不穿进来 但有的会这样子 在这里 它在这里会产生电厂 对不对 这里会有电厂出来 在这里会有电厂进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电厂不是零 但是电通量是零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地方 一个面积 你钻出来多少 这个就钻进去 Flex加起来 钻出来的是正 钻进去的就是负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 有电厂 这个也有电厂 但是它的通量等于零 通量等于零 这个是一 也就是说表面上的电厂 不见得是零 但是它的通量一定是零 所以它等于零的话 通量一定是零 可是电厂不见得是零 不一定为零 不一定为零 但是如果电厂等于零 你如果随便画一个封闭面 电厂等于零 也就是说 我们另外写一个 若高斯面上 电厂处处为零 也就是高斯定律 一 等于零 这 高斯定律的通量 电通量 一定等于零 电厂等于零 电通量一定等于零 电通量等于零 电厂不见得是零 回去 要思考一下 你不要把我的话背起来 那个没有用 你要去思考一下 这个什么物理意义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一个 等一等我们就会讲导体 我们就会讲导体 导体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 就这个 你先把这两个原则记起来 就是说 Q Q and close 等于零 电通量一定是零 但是电厂不一定是零 电厂如果等于零呢 电通量一定是零 电厂如果是零的话 它的 还有 Q and close 绝对是零 这两个一定是零 就是说里头的电量等于零 你外面 里头 里头绝对不会有了 外头有的话呢 那要看什么状况 如果是导体的话 它那个正负电厂会自动调整 调整到这个flux等于零 好 这个原则记起来 好 现在我们就讲 高斯定律的应用 高斯定律的应用 我们讲的 这个定律 它高深莫测 不是我们讲一句话 就能够把它所有的物理意义 都讲完 那就是你遇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你要去判断 靠你的物理知识去判断 所以你要多多的动脑筋 不要光是我教你什么 你就记起来 就背起来 不是那样子 好 我们现在讲 高斯定律的应用 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导体 导体这个东西 导体 这个物质之所以叫做导体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的原子 原子 我们看它的原子结构 原子结构 它有一个proton 有一个nuclear nuclear nuclear里头呢 n个proton proton是带正电的 n个带正电的电荷 那么它的周围呢 有等量的负电荷 这个负电荷 它是一层一层分布 所谓的波尔轨道 分布在上面 我们先不管这个轨道是怎么样 像你们学近代物理就会讲 那么它最外层呢 有轨道上面 最外层的轨道上面 有几个电荷 有的有一个电子 有的有两个电子 有的有三个电子 最外层的那个电子 跟这个nuclear之间的吸引力 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它都被这个 这个把它shield掉了 这个负电跟正电 都已经好像把它滤掉了 这个电荷很小 所以 nuclear吸引 就拉住这个电子的力量 非常小 小到什么地步呢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外加电厂 外面给它一个电厂 那这个电子 它就会朝这个方向 有一个力 这个力啊 就是1 负1f 这个1是负 带负电嘛 负11 会受力 这个力虽然很小啊 但是就可以把这个电子啊 从它的原子 移开 就是说它就会离开它的原子 顺着这个力啊 就可以把它推开 那这就是导体的特性 导体的特性 OK 要记住 导体有这个特性 好 那现在啊 我们看 假定 有一个导体 假定这个是导体 现在都没有电厂 那它呢 本来就是正电荷的数量等于负电荷 本来它就电性中和 我们说它就不带电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导体 放在一个外加电厂里面 我们这里画一个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就是说这个空间处处有电厂 那这个电厂 作用在导体上面 导体这个这个里头处处都有电子啊 有这样的电子啊 这个电子呢 就会就会移动 所以电厂朝那边去 结果电子呢 就移到这边来 正电荷就留在这边 正电荷留在这边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你看这个是外加电厂 当然它一作用 这个整个导体也受这个电厂的作用 但是它的电荷 正的分布在这里 负的分布在这里 它的内部就会产生 由这个电荷产生 内部的电厂 Internal Electric Field 就会产生 Internal Electric Field 这个是由这些电荷产生的 一直到 这个电厂跟这个电厂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个电荷才不移动 它一直一动 一直动 比如说起初只有这个 这个是零 一直动 动一部分 这个增加一点 动一部分增加一点 一直动到这个 直到 直到 1 External 加上1 Internal 等于零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它是静电平衡 静电平衡 它的电荷 就不动了 电荷不动的 不动的电荷就叫做静电荷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 静电平衡 静电平衡的状态 静电平衡状态 这是外加电厂 好 那么我们再看 导体 另外有一个特性 到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 它里头 它这个导体里头 总电厂等于零 总电厂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成 它有一个总电厂 就是零 零 OK 总电厂是零 里头 不会有电厂了 里头 的电荷呢 也是 也是零 里头 它现在电荷 全部电荷 因为我们 本来就是中性 所以整个体积 电荷还是零 因为它 本来就不带电 好 现在我们看一种状况 如果我们把这个导体 这个导体 给它一部分电荷 我们用这个 不管是摩擦深电 把电给它 还是用这个感应起电法 让它带电 那么它的电荷 就要比它原来的要多 原来正好正电跟负电相等 这个时候你把你所产生的电荷给它 这个电荷叫做多余的电荷 叫多余的电荷 多余的电荷可以是正的 也可以是负电 那我们说 如果一个导体 有多余的电荷的时候 这个多余的电荷 一定全部要分布在它的表面 里头不可以有多余的电荷 里面的电厂等于零 但是它表面的电厂不是零 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可以用高斯定律来证明出来 导体带有多余 电荷 这个电荷 一定全部 分布在表面 这全部 分布于 表面 这当然是指导体表面了 里头不会有 里头绝对不会有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 这是一个导体 假定 我们令这个叫做 代表一个导体 现在是没有电荷 我现在用感应起电法 就是说我拿一个带正电的玻璃棒 摆在附近 把这一端接地 那负电荷跑到这里来 那正电荷呢 就排到那里去 或者说我拿一个 拿一个火器棒 用这个猫皮来摩擦 火器棒带负电 摆在这里 好 正电吸到这边来 负电就排出去 排出去以后 我把这个线拆了 回不来了 那我再把这个火器棒拿掉呢 那正电荷都在这个上面 就正电荷 我们说这个正电荷 不可能在这个里头 一定全部分布在表面 为什么呀 好 我们现在这样子看 你看我们现在可以 在这个导体里头啊 画一个高丝面 高丝面是指一种封闭面 OK 高丝面 那既然高丝面 我们就可以写出 高丝定律了 我们就把高丝定律写出来 我们apply Gaussure's law 好 现在我们说 如果 如果 这个面上面 有电场的话 如果这个上面有电场 会有什么现象 假如高丝面上任何一点 有电场 有什么现象 高丝面在导体内部 对不对 导体内部 有没有这个导体的原子啊 有没有啊 有啊 导体的原子 它就 它最外层有个电子啊 架电子啊 它会受这个电场的作用 有一个力量啊 就会推动它 推动它的时候啊 它这个电荷就会跑 这里的电荷就会移动 就会移动的话 这个时候 它就不是平衡状态 我们是说 平衡状态的时候 所有的电荷 多余的电荷 都分布在表面 它会动就不是平衡状态啊 像这个起初在动 对不对 不是平衡状态 一直到平衡状态了 它就不动了 那我们说最后啊 都到平衡状态了 到平衡状态的时候 我们说 导体 处于 静电平衡状态 电荷不可以动啊 你要一个电荷不动 就是让它不受力啊 电荷只受什么力呢 电厂给它的力 你的手不能去推它 你的手没有本事推 到底内部的这个电荷 所以 这个时候啊 电厂是零 我们刚刚说 电厂如果是零 电通量就一定是零 对不对 那么电通 总电通量 就是这个量 要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这个一定等于零 但是这个等于零 就表示是什么 这个量又等于Q enclosed over y0 那就表示 Qenclosed 一定要等于零 在内部 不可以有多余的电荷 当然内部有电荷 它就是一个原子嘛 有正电荷 有等量的负电荷嘛 那就是Qenclosed 等于零 那Qenclosed等于零 那就表示 你在高丝面里头啊 不可以有多余的电荷 而这个高丝面呢 我们只是做在面里 导体表面里面哦 你做到外面没有用哦 外面没有用 外面有电厂 这个也不会走 外面有电厂 比如说你这个 等一等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正电荷都在这里 不在里头都在外面 都在外面 所以它不能在高丝面里头 只能在外面 那高丝面呢 一定最大最大最大 只能做到这个 跟表面 非常非常接近的地方 你做出来 你说像这种状况分布 我高丝面坐在这里 有没有电厂 有没有电厂 有电厂啊 对不对 那跟导体没有关系了 那就是说 因此我们说这个高丝面里头 因为最大的高丝面呢 就是表面 最大高丝面 最大高丝面 即位于 导体表面 内侧 那么表面里头 Q1N 等于0 那么 面内 Q1N Close等于0 那就是多余的电荷 不能在里头啊 不能在里头 就在哪里啊 在表面啊 对不对 就在表面 OK 所以 顾 固 多余 静电荷 必 分布于 导体表面 导体表面 OK 好 除了 我们知道 静电荷 比多余的静电荷 要分布在 导体表面之外 我们还知道 里头的电厂 一定是0 这里告诉 因为里头 里头处处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有电荷 有电荷 它就会跑 电荷就会跑嘛 它就不是 静态嘛 那表面有没有电荷 表面有电荷 表面有电荷啊 表面有电荷 又有电荷 所以 像 如果是正电的话 它的电荷 就是在这里 这个 这个1一定要等于0 这个1等于0 OK 这个1 不是0 导体表面 会分布 多余的静电荷 那么表面的电荷 不是0 而且 还有一个特性 表面的静电荷 一定跟表面 局部表面 垂直 一定跟这个表面垂直 为什么要跟表面垂直啊 因为你不垂直的话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电荷 那我不是可以把这个电荷 分成 切线 切线分量 跟法线分量吗 法线分量 你不能把电荷推到导体外面啊 电荷只能在导体内部走啊 导体表面的电荷不会出来啊 那你切线方向的分量呢 电荷就可以把导体 把电荷 把正电荷在这里推动啊 他一动就不是静态了 所以 你要自己要写上去啊 表面 我们写内部 导体 内部 电荷等于零 内部的电荷等于零 表面的电荷呢 导体表面哦 这指导体表面的电荷 与表面垂直 这个很重要的特性啊 这是很重要的特性 好 我们就把这个导体啊 跟各位介绍了 你以后只要提到导体 你就知道 导体 在静电平衡状态呢 它里头不会有电荷 要是带电的话 一定全部分布在它的表面 导体的表面 如果它有多余的电荷 那它电荷不是零 这个电荷要跟导体的表面 垂直 OK 记住啊 好 现在我们来看计算题 计算 用高斯定律来计算电场 高斯定律 它可以用来计算一种 电荷是有某一种对称分布的时候 这种带电荷 这种带电体 如果它有对称分布的电荷 我们用连续分布电荷的方法来做 很麻烦 要积分 那个积分很难 我们用高斯定律 我们用高斯定律做 你等等就看到 它易如反掌 我们现在看这个 第一个例题 假定 有一个 导体的球壳 这个是导体 还不是导体 都没有关系 只要有一个球壳就好了 这个是球壳 球壳 球面 我们写球面 这不是圆 这是一个球面 半径是R 我们现在在它的表面 让它均匀的带电 让它的表面均匀带电 我们用这个 均匀带电 如果它是一个导体的表面 那你给它电荷 一定分布在表面 一定全部分布在表面 那么因为它是球面 都是对称的 你没有理由说 哪一个地方电荷要多一点 哪个地方少一点 它一定是一样多 所以叫做均匀分布 我们现在假定 有Q的总电量 均匀分布在这个表面上面 我们假定这是正的 我画一这样补助一下 说这个电荷是连续分布在这里的 均匀分布 总电量是Q 那现在这里有电荷 堆积在这里 它就会在作为产生电厂 我们现在要求 随便在空间早一点 这里一点 或者是这里一点 它的电厂是多少 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电厂 你自己把这个写上 它是带Q的电量 在表面 然后是均匀分布 自己写 那你现在要来做了 我们怎么做问题 我教各位怎么做问题 你不要拿到题目就做 我们先考虑 先把题目弄清楚 他要我们求电厂 那我们就盘刷一下 我学过哪一些求电厂的方法 有什么方法 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现在多一种什么 高斯定律求电厂 它是什么分布 是连续分布 我们可不可以用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的方法 用积分把这个电厂求出来呢 可以 但是那个很麻烦 要用二重积分 可以做 你们不妨试试做 试试看 但是我们看这个电荷 因为它有对称的分布 它是球状对称 所谓球状对称就是 同一个半径的地方 电荷的密度都一样 也许它不同半径 密度不一样 但是同一个半径的地方 密度一定一样 这个叫球状对称 它有这种对称性的分布 我们就可以用高斯定律 所以我们现在用分析以后 我们决定要用高斯定律 那你就把高斯定律写出来 那很正确的写出来 那很正确的写出来 你这两个箭头一定要写 你这个点一定要点 你这个圈圈一定要圈上去 你没有点也不行 你这个电荷面积像样上 没有箭头也不行 好 高斯定律 那我们现在要用它了 你怎么用 你们有的同学考试的时候 把公司写在一张纸上面 然后去背 背有什么用 你不了解公司有什么用 我就告诉你这题要用高斯定律 把高斯定律写给你 你怎么用 已经告诉你定律了 你怎么用 会不会用 你要会用才行 对不对 现在给你送你一架飞机 你会不会开 没有用 对你没有用 那现在我们来看 它的意思 你从它的意思来着手 它是说 任何一个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总电通量要等于这个 所以你一定要有任意的一个封闭面 这个封闭面是任意的 随便你怎么做 这个式子都对 但是你随便做的话 你不简单能够积分 就是说你要积分积这个 你随便做高斯面 积不出来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高斯面 让这个积分很好积的才可以 所以你可以自由选取 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乱取 你一定要你有这个权自由选取 那你就选一个对你最有益处的 最有利的 什么样的一个高斯面呢 经验告诉我们 要做这样的一个高斯面 做一个半径为R的高斯面 我们先做这个 求外一点的电场 比如说我要求这一点的电场 这一点 假定是P点 他距离这里是R远 求心 我们就取一个半径为R的 一个同心求面 作为高斯面 为什么要这么取 等等我们就看出来 你要写出来 你怎么取 要告诉人家 取 好 那你在图上面也要注明一下 这个就是高斯面 好 你取这个面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啊 我们要积分 积这个 你的面取得好的话呢 这个电场 我们说这个电场是在哪里啊 在面上面的电场 不是随便一个位置的电场 面上的电场 那就是这个面上的电场 这里的电场 这里电场 这里电场 你要求电场那点 一定在这个面上面 好 那我现在问各位 你站在这个面上 不管哪一点 你往里头看去 我问你 我问你里头这个 这个 电荷的分布是什么样子 大家的答案都一样 对不对 在我前面多元的地方 有一个半径为二的球 球面 上面的电荷是均匀分布 总电量是球 大家都一样 大家看到都一样 既然每一点所面对的电荷分布 都一样的话 那么这些电荷 在这些点上面产生的电场 你有没有理由说 这一点的电场 要比它大 这一点电场 要比它小 哪一点的电场 要特别大 有没有理由说 你有没有任何理由说 哪一点特别大 哪一点特别小 没有 那就应该怎么样 电场要等于常数 对不对 电场等于常数 我们先做这个R 我们这个R 大于R的区域 我们分成两个区域 这个区域 现在是面上面的电场 它的特性 我们要写出来 大小 要等于Constant 这个上面的电场 大小都一样 都一样 就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或者等于定值 等于定值 好 那么电场的方向 朝哪里啊 从电荷的对称分布 我们知道 这个电场的方向 一定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圆半径呢 因为 这个球面上的电荷 我们都可以以这个轴为对称轴 如果我在这里取一个小小的电荷基数 它会在这里产生一个电场这个方向 它对称了 我就可以在对称的位置找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电荷 对不对 这个电荷产生电场呢 朝这一边啊 大小一样啊 夹角一样啊 合起来 像样在哪里啊 在这边啊 对不对 那所有的电荷都可以一对一对一对的这么分啊 所以电场就是这个方向啊 这个是什么方向呢 你要表示出来 这个就是R univectal的方向 你这里就写 这个电场的向量 电场的向量 它是等于 电场的大小 称上R univectal 就说你高斯面取得好啊 我这个电场就可以判断出来 不是全部求出来 有一部分特性我可以判断出来 它有这种特性呢 那就非常的有利 为什么呢 因为高斯低率里面还有一个面积基数 这个面积基数就是说 那你这个面积的基数呢 就要取在哪里啊 面积基数 在这个面上面一个面积基数 它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我们讲面积向量是什么方向 跟这个表面要垂直 Right 有没有讲过 我说面积基数啊 为什么要介绍面积向量 这里就要用到 所以现在有什么特性啊 电场跟面积基数平行 电场跟面积基数平行 我们是 写这样 电场 与 面积基数平行 为什么有这两个结果呢 就是由电鹤的球状对称得知 你没写一个式子 你都要确实知道他为什么 都要知道为什么 不要写出来 那为你为什么讲 不知道我哪里看到的 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你有了这些资讯 这边 这边就可以做了 于是我们就说 高斯地律的这一边 电场.da 等于什么呀 你慢慢算啊 1跟da平行 平行的话就是两个向上同方向 它的夹角是几度啊 零度对不对 那就等于1的大小 乘da的大小 乘扩散零度 那它就变成纯亮了 变成纯亮了 然后你再看 1是什么 常数啊 跟它在哪一个位置没有关系啊 因此我们可以把1提到积分号的外面来 好 da 面积基数在表面 全部da加起来就是什么 这个球面的面积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它这个就等于 4拍2平方 左边算出来了 好 我们再看右边 右边是这个 对不对 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你可以写 epsilon zero 这是面上面的电荷啊 面上面的电荷 我们可以写成 sigma乘da 基整个的面 sigma乘da 基整个的面 好 那这个 因为这个sigma是常数 我是故意写说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积分 我们知道 现在全部的电量 通通在这个 高斯面的里面 所以这个 其实不要积了 你就知道 这个就等于什么 等于 q over epsilon zero epsilon zero 如果 这个 现在不要积 如果它是跟位置有关 比如说 球状分布的 这个电荷密度呢 rho 它是跟半径有关的 那你就要积分 不是半径有关的 这个直接了当 可以写成q 那就是 这个等于这个 那就表示 这个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把 这个写出来 好 我们就有1 乘4 πr 平方 等于q over epsilon zero 那 电荷大小 不就求出来了吗 电荷的大小 就等于 4 π epsilon zero r平方 分之q 还没有做完 你现在只是求电荷的大小 电荷是一个向量 你要把大小跟方向都写出来 才算是向量 大小是这个 电荷的向量是什么 电荷的向量是什么东西 是写在这里吗 电荷的大小 旁边加一个r就好了 r univector就好了 4 π epsilon zero r平方 分之q r univector 这个是r 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都可以用 高斯定律要怎么用 很多同学上课都不听 就看这个参考书 参考书怎么写 参考书一下子告诉你这个 最后很多同学到最后起考的时候 为什么是这样子 他提出就是记 如果这是球状对称的话 你就把1乘4πr平方 等于那边 如果是圆柱状的对称 你就把1乘上2πr乘上h 就记这个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成4πr平方 最后他就莫名其妙 为什么成这个 管他的先背起来再说 一辈子都没有懂过 你只要照这样方法做下来 尤其你初做的时候 你做熟了 我跟你讲 这些过程你不用写了 你这脑筋里头一闪就闪过去了 比闪电还快 我跟你讲 你只要熟练的话 就会快到那个地步 好 现在我们再做r 小于大r之范围 那现在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式子 你要重画一个图 重画一个图 画图很重要 你要画几个图 才能表达清楚 你就画几个图 好 再画一个图 我画在这里好了 这是我们原来的 这个球 你的电荷呢 是分布在它的表面 分布在这里 现在你要求电场的这一点 在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做高丝面 高丝面呢 你仍然是求面 你仍然是取同心求面 不过坐在这个里头了 这个是r 这个是r ok 你要注明一下 这个是高丝面 高丝面 然后呢 你还是一样判断 因为这是一个对称 这个球面 你站在哪一点 看外面的电荷分布都一样 因此这个上面要有电场的话 一定大家都相当 所以电场是常数 那么它的方向呢 你可以以这个为轴 再以这个 这里切一刀 这里有个小半的 这里一个大半的 这个地方的电荷 在这里产生电场 又对称的关系是朝外 电场是向外 这个地方是向内 都是源r的方向 所以它的核电场 绝对是r的方向 绝对是这个方向 你如果在这个面上面 取一个面积基数的话呢 面积基数也一定跟da同方向 也是半径的方向 所以都跟这个一模一样 这个判断都跟这个一模一样 连去高诗面都一样 因此我们只要写 同理就好了 同上个步骤 我们就写 同理可得 这个跟这个一样 就是一乘四拍二平方 步骤都跟这个一样 它不一样的是什么 右边 右边不一样 但 Q enclosed over epsilon 0 要等于0 Qenclosed 代表什么 高诗面里头的net charge 对不对 现在高诗面在这里 他所有的电荷都不在他里面 在外面 里头有没有电荷 没有 里头电荷是零 所以就是零 好 有这个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两个等式 让他相等 四拍二平方 四拍二平方 一乘四拍二平方 等于零 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一就是零 这是这个式子是很等于零 它高诗定律是个很等式 那你要怎么说 你说四拍 它不是零嘛 这个式子等于零 不是因为四拍的关系嘛 那么二呢 为任意值 只要在高 只要在 导体的内 只要在那个球的 球壳内部就可以了 为任意 大小 只要在这个里头就可以了 你要 它多大就多大 它可以是零 但是它可以不是零 对不对 但是即使你叫二不是零 四拍也不是零 这个式子很等于零 那一定是什么等于零啊 那一一定要零啊 对不对 这两个都都 这两个都可以不是零了 那所以 一 一定要等于零 这是二 小于 大二的时候 最后 你就写个答案 因为你分开两处 再做嘛 对不对 好 电场 是等于 四拍 Y0R平方 分之Q R 大于等于大R 等于零 R 小于大R 完成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第二个例题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有一个半径为R的球体 就是一个体积 它的半径 一个球的球形体积 半径是R 它里面有电荷均匀的分布 通常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界电值的球 我们把电荷想办法把它弄进去 你不要管它怎么弄进去 那么总电量是Q 现在我们要问 同样是距离球形R远之处 P点 这个电场是什么 这是一个球体 球体 它的电荷就是分布在这个地方 均匀分布 也是一样 球 P点的电场 你怎么做 你现在有没有学会沉住气啊 不要沉不住气啊 拿到题目就做 一拿到就做 一做就错 你拿到好好考虑 要你做什么 修电场啊 好 那我在做之前 我就考虑一下 我学过哪一些球电场的方法 算一遍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算 老再算 这有个原因的 以前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啊 学完电学要学磁学的时候啊 在学磁学的时候 电学忘得光光的 然后回来复习电学的时候啊 磁学又忘得光光的 我说这样还得了 那就问我们老师啊 老教授啊 老师怎么办啊 老师说你在看第二遍嘛 我说第二遍也一样啊 那第三遍 他说第三遍以后就会了 就是要多做多用 但是你们现在有没有时间 从头再看个三遍呢 有没有时间呢 很少啊 好 那我就想我们改变一种方式啊 每一次要应用哪一种定律的时候 要求哪一种物理量的时候 做哪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回想一下 我做过这件事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一遍又一遍的算 一遍又一遍的算 你做十个题目算十遍 做二十个题目算二十遍 将来电位还是要算这个 算个四五十遍 五六十遍 还会忘吗 还会忘吗 不会忘 你有的给你的东西 你不拿出来用 不常常去算它 你会忘掉 有时候我们穿冬天的衣服啊 夏天到了挂起来 到第二个冬天再把衣服拿出来 一抹口袋 里面有钱啊 上一次留在那里的钱啊 没有掏出来啊 好高兴啊 有钱 我就遇到过啊 遇到过 冬天那种大厚大衣啊 打风雪里头穿的 夏天 春暖花开的时候赶快挂起来 换衣服 到第二年冬天又把他拿出来穿 一抹 怎么有不少钱在里头 就是说 你有财宝 虽然有财宝 你不去算它 不常常去看它 你就会忘记 OK 那个钱忘了 没关系啊 这个忘了就不行了 这个忘了你就要当掉 你不能重修的时候 它又保出来 不会了 好 那现在 你就再算一遍 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高四定律球电厂 这是什么电荷分布啊 连续的体积分布 对不对 可不可以用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用积分的做啊 可以 几重积分啊 三重 好麻烦哦 但是它有没有对称性啊 有对称性 对不对 球状对称 一有对称 我就用高四定律 所以我就决定 我就要用高四定律 高四定律 第一个式子 你一亮出来 就知道你用什么方法了 我就知道 你有没有抓到这个方法 然后要做什么呀 要取什么 高四面 对不对 取什么样的高四面呢 这个时候还是取 同心球面 还是取同心球面 OK 还是取半径 为二的 同心球面 跟前面一样 我就不写了 你现在也 这里也可以不写 你就把 等等这里 前面前半部 都跟刚刚一样 你把它空起来 回去啊 你再把它填上去 好 我们现在就看 R 大于 大R的范围 你就判断了 现在就等于 我在这里 做高四面 你还是一样 要把 那个 图画出来 你要这里注明 这是高四面 上面的 电厂 应该画在这里 P点 它是半径是R 所以就画在这里 好 那么电厂 就是这个方向 上面的电厂是常数 DA 也是这个方向 OK DA 这个都跟前面一样 这个都跟前面一样 你就不要写了 不是不要写 你空在那里 回去再写 等等 然后呢 就到这个 左边 高四地律的左边 等于什么 好 你就可以写这个 1 DOT DA 等等 等于1 乘4 πR平方 你这些 你现在不要写 你看前面 他用多少个空间 你去留那个空间 回去把它填上去 是增加你一些印象 回去一定要写 你不要不写 以前有同学经过了 两三个月 考试了 再来问我 老师你当初 这个点点点点是什么意思 叫他回去填 他不填 好 那么 回去马上填起来 好 那你 这里就可以算出来 这里一样可以算出来 好 1是等于 4π Y0R平方分之QR 这都一样 到这里都一样 都一样 因为高四面里面 就是总电量 好 不一样的是什么 R小于大R的部分 好 R小于大R之范围 这个范围呢 我们还是用高四定律 你这个时候 你就在这个内部 我们把这个 画掉 你在里头 做一个 半径为R的 球面 同心球面 一样的做法 一样的把这个 电场画出来 判断这个电场 仍然是常数 方向还是半径 的方向 那么DA呢 跟它平行 所以我们同理 同理可得 成三 DA 同理 等于这个 好 我们 但是它右边 不一样 但 Q Enclosed Over Y0 跟左边 不一样 跟上一题 不一样 跟左边 不一样 它现在 你就要写成 Rho 成D T Rho 就是它的 电荷密度 电荷密度 所以它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说 好 写一下 Rho 是等于 Q 被 三分之四 Pi Capital R Cube 来除 这是体积电荷密度 那么我们现在 取D T 这个D T 怎么取呢 DT 就是取 这里 这是R 对不对 我再取一个 半径为R 加DR的球面 这两个球面 这个当中的厚度是DR 很小很小的DR 好 那这个就是DT 我们取DT 等于 内球面的面积 4PiR平方 乘上它的厚度 很薄很薄 体积可以这么做 好 我们现在 带入这个式子 Q OVER N COSED OVER EPSILLE ZERO 这个可以提出来 因为这都是常数 三分之四 Pi R 三次方 乘上Q 好 这个里头就剩下DT 对不对 DT就是 4PiR平方 DR 0到 CAPITAL R 它只有 0到CAPITAL R 全 不是 0到小R 我写错了 0到小R 好 那这个等于什么 搬到那边去 好了 它是等于 Q 三分之四 PiR三次方 4Pi可以提出来 2平方 DR 它就变成 三分之一的R 三次方 0到R 好 那我们 四Pi 四Pi跟这个 阅调 它就变成 R 三次方分之Q 乘上 就是R三次方 OK 好 那么 还有一个Y0 忘掉一个Y0 好 我冲写一遍 这就等于Y0 RQ Q乘上 这个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把 左边跟右边 横等 1 乘上 4PiR平方 要等于 Y0RQ 好 那我们就得 电厂的大小 是等于 4Pi Y0 好 R 三十方 Q 这个约到一个 变成R OK 好 那么 最后我们要把 向量写上去 向量 它就是等于 4Pi Y0 R三次方 QR 好 这是R 小于 等于大R 好 都做完了 最后把这两个答案 写在一起 把电厂 它是等于 4Pi Y0 R平方 分之QR 这R 大于等于 大R 要等于 4Pi Y0 R三次方 QR 这个都可以当公式用 前面那题也是一样 以后我们求电位的时候 要求这两种 电荷分布的电位 我们就直接就 电厂就直接把它写出来 OK 好 再看一个例题 再看一个例题 好 我们现在看 前面这两种状况 有一个答案很有意思 要记住 这以后就可以直接应用 你看 当R大于大R的时候 就是 你要求的这一点 是在 求 在 电荷分布的 范围以外的话 都是这个结果 刚刚刚 那个 分布在 球面上 跟 这一题 分布在 球体里头 你要求的 P点 是在 这个范围 电荷分布范围 以外 都可以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式子 这个式子 像什么 点电荷的 电厂 对不对 是不是跟点电荷 电厂一样 所以 我们有很多这种 做过这种经验 就发现 你记住 这句话 你要写下来 如果 电荷是做 球状对称 分布 你要求的 电厂 是在这个 电荷分布的 范围以外的话 你就可以把 所有这个 球状对称的 电荷 集中在 球星 总电量 集中在 球星 把它当作 点电荷来看 当作 点电荷来看 那你那一点 的电厂 就是由这个 点电荷 产生的 OK 这个以后 做题目 可以直接用 其实我们刚刚做的 第二部分 里头就可以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 你们回去想想看 我不要什么都告诉你们 什么都告诉你们 你都不动脑筋了 好 现在我们看 我现在有一个 圆柱导体 圆柱导体 这是圆柱导体 我现在 这个画法 就是说 它下面延伸到 无穷远 这里也延伸到 无穷远 它就是 它的长度 是无限长 的意思 那么 它的半径呢 是大R Capital R Capital R 现在让它带电 我们知道 导体带电的话 它电荷一定分布在哪里 刚刚才讲过 在表面 对不对 都在圆柱导体的表面 不会在里头 那么因为它是对称的 你没有理由说 哪里 这边的 这个地方的电荷密度 要比这里大 不会 它一定是均匀分布 好 我们现在就 把这个电荷的分布 用什么方式来表示呢 就是说 我取一公尺 这个 一公尺 这个表面 的电荷 全部刮下来的话 它是 每一公尺 有Lamina 库轮 OK 如果这是一公尺的话 这个表面的电荷 全部加在一起 是Lamina 库轮 所以 这个Lamina 是 Coulant Perimeter 它这个是 全部 的电量 一公尺 一公尺 长 这个表面的电荷 统统收在一起 是Lamina 库轮 现在要问 距离 走 R远之处 任意点 R远之处 R可以在里面 可以在外面 有个P点 P点的电荷 是什么 求P点的电荷 求P点的电荷 好 现在我们开始做 怎么做 是不是要 要先 算一算 我们学过 点电荷的电荷 一群点电荷的电荷 连续分布 电荷的电荷 高斯定律 求电荷 这是什么分布的 连续分布 但是它是有 对称性的 它是圆柱状的 对称 圆柱状的 对称也就是说 它的电荷密度 只跟 对轴的 半径有关 同一个半径 高的地方 低的地方都一样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都一样 只要半径一样就好了 这就是 圆柱状的对称 既然有对称性 那我们就用 高斯定律 来做 所以你第一步呢 仍然是写 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现在你要做什么 第一步要做什么 取高斯面 对不对 高斯面怎么取啊 你说 你刚刚 高斯面都是取球面 那我就知道 高斯面原来就是球面 对不对啊 你现在如果再取球面 再取球面 你看看可不可以用 我们做一个草稿 这是我们的圆柱 圆柱体 OK 这样子的 好 我做一个 像刚刚一样 我做一个半径为二的球面 这就没有什么同心球面了 球面 高斯面 现在高斯面上的电量 是不是大家都 它的电场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啊 会不会一样啊 比如说 这个地方的点都在导体内部 这个地方的点都在导体的外面 导体内部的电场 我们刚刚说是等于多少 刚刚立体讲过 零 对不对 电场是不是零啊 外面不是零啊 所以 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电场跟这里不一样 同样是在外面 这一点 跟这一点 跟这一点电场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 这个距离电荷分布比较远 这个稍微近一点 这个更近 我都能够说 那几点 有什么样的分别 对这个电荷的分布来说 有什么分别 它有分别 既然有分别 你能说他们的电场都一样吗 不能说 对不对 不能说 所以 既然电场都不一样 它每一个位置 你DH在这里 它是这个值 去到那里是那个值 那你要积分 你一定要有 一定要知道什么 电场跟位置的关系 对不对 电场在哪里是多大 在哪里是 方向是多少 你才能积分啊 我如果知道电场是多大 在哪里 方向是怎么样 我还要去用高市定律求电场吗 应该老少都知道电场是什么了 对不对 我就是不知道嘛 我才用高市定律嘛 所以 这样的高市面 不能用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取什么样的高市面呢 取这样的高市面 经验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高市面要取这样子的 这样子 这个时候从后面过来 取一个圆柱面 圆柱面 它有一个上底 有一个下底 平行的 上底跟下底的距离是H 半径是R 它的两个都等于是圆柱壳了 同轴 同一个轴 所以我们现在就取 半径 为R 高 为H 至同轴 圆柱面 为高 斯 面 要取这样的一个高市面 取这个高市面就有好处 我们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取 因为那样子 我们取 就是让我们 对这个积分呢 很方便 好 这就是高市面 好 在高市面上面呢 现在的高市面呢 跟我们前面两题的高市面 不太一样 前面的高市面 一个球面 就是浑然 就是一体 就是一个面 而这个高市面 这个高市面不一样啊 这个高市面呢 它有上底 下底 这是个平面 当中有一个弯曲面 不一样 对不对 你不能要求这三个面上面的电场 都一样 它有分别就会不一样 那么这三个面上的电场 到底是有什么特性呢 我们 可以看 我们先看这个 弯曲面 弯曲面 curved surface 我们先看这个R 大于大R的区域 大于大R的区域 好 这个面上面 你看看 你站在这里 这里 这里 跟这里 这里 这个地方 弯曲面上面 任何一点 叫你往里头看 你往里头看 那是什么 一个无限长的圆柱导体 上面有电荷均匀分布 大家看得都一样 因此呢 我们说 你这个上面任何一点 跟这个 这个面上 弯曲面上任何一点的电场 都是常数 所以我们就 先看这个弯曲面 我们假定 这个1是 1弯等于1 等于Constant 它的方向呢 我们可以由 对称的关系 知道 它的方向一定是 圆到半径 圆到这个 R Univectal的方向 不是小R R Univectal的方向 所以1等于Constant 然后1呢 又等于 1 乘上R Univectal 这也是由对称 知道 对称 你可以以这个为对称轴 这个为对称轴 你在这边点 就以这个为对称轴 你上下可以去对称 那么 它的 这个地方的电荷 电场在这里 对称的地方电场在这里 核电场就是这个方向 还有呢 你现在取DA 你在这个上面取一个小面积基数 跟这个垂直 它就是跟 E垂直 所以我们就写 E1 跟DA1 平行 我们说这个时候 DA1 平行 平行于 E1 我们写这个 E1好了 E1 E1等于E Constant E1 好 这个是由 E1等于E Constant 对 好 这个已经写了 已经写了 就是这样 那么这些 你就写 由 电荷 对称分布得知 然后我们就看 上